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皮箱就了,我是小泽 铁蟹莲被大家誉为藤本皇后 开花颜色选择非常的多 在春天爆棚的状态下,相信大家也都见到过 但是进入夏季,铁蟹莲是长得丑不拉几的 而且会有一些黄叶啊,枯枝啊 甚至一度会让大家觉得它已经枯萎死亡了 其实并没有,只要不是长绿的铁蟹莲 进入夏季都会是这种状态 在夏季呢,它处于一个半休眠的状态 那它进入秋季之后,像现在就会恢复生长了 恢复生长之后,你要把它放在全日照的环境下养护 不能在这阴阳护了 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 你的铁蟹莲有绿叶长,慢慢的开始呢,长出来了 还能零星的开出几朵花朵来 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想要铁蟹莲专心生长的 我们呢,可以把这些花苞啊,都给它掐掉 避免呢,养分不必要的消耗 然后呢,给它补充养分 现在可以用复合肥啊,直接给它撒在盆土表面 半个月左右给上一次就可以了 让根系呢,能够更好的生长 入冬之后,可以在盆土表面再给它浅埋一次有机肥 这个呢,也叫冬肥,能为铁蟹莲来年啊,开春 孕育花芽呢,提供充足的养分,有利于它的生肿 那除了施肥,还可以适当的修剪 铁蟹莲呢,这些枯枝啊,你可以给它先修剪掉一部分 如果你分不清楚哪些是枯枝,哪些不是的 也可以先不修剪,等冬季,枝头上的这些叶变都掉光了 是一个光感的状态了 那你呢,就能更好,更清楚的看清楚啊 哪些枝头是需要留着,哪些不需要 可以等到那时候呢,修剪和重新牵引一起进行 今天关于这个铁蟹莲